有一位事業有成的中年男性一直為他一件事所苦 就是他常年來都有偏頭痛的問題 於是他去找了醫生 醫生診斷後告訴他 你的頭痛是因為淡淡的神經出了問題 如果要根治必須割除他 這位中年男子考慮了許久 想到他的事業與財富 以及後半輩子的美好生活 最後決定忍痛痛的手術 當他出院後 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舒暢 因為他的頭不再疼痛了 於是邊逛街邊回家走著走著 經過了一家胡適店 他想想應該要有全新的生活了 於是他就走進了這個店家 歡迎光臨 帥哥買一頂帽子吧 你應該是戴M號的啊 嗯,你很清楚 我平常都是M號 這是我的專業啦 不如你再買一件內褲吧 你應該是穿L號的吧 哈哈小姐,你終於看錯了 我高中以來就穿S號而已啦 如果你長期穿S號的話 會壓迫到你的蛋蛋喔 那如果長期要到你的蛋蛋的話呢 你就會偏頭痛喔 所以你換內褲就好了 不要忘了訂閱、按讚、分享、按小鈴鐺 有芯片提示公司 我是真一楓,我們下次見 掰掰 媽媽,你再配一件長褲吧 哈哈哈哈